无论是出射职场如日中天还是即将离休 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困扰 而践挂的六个窑在每一个环节都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困境 化线唯一的指导方法 那么践挂六窑究竟给身在职场的我们提出了哪些警示呢 而我们又该怎样去做才是真正的事业有成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已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悠久文剑 剑挂它六个窑通通采用红燕的像 红燕是什么 它是一种水鸟 当北方山上的林开始落叶的时候 他们就往南归 等到北方的冰溶结了 他们又由南方往北方归 往来有时 而且飞行的时候是先后有序 这个挂用他们这种状态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子做人做事才会像他们一样的有调理有秩序 当然就更加安全更加有效 我们先从初六窑看起 逢见一干 这可以有好几种解释 第一种是说 红燕这种水鸟 它要接近陆地的时候 它首先一定是停在水边 所以水跟岸相连接的地方就叫做干 我们可以看到红燕他慢慢慢慢地 一枝一枝地停落在一个水旁边 这时候有时候小孩子他就很调皮 他就跟他投石头 惊吓他们 你如果躲不开的话 你还是很危险的 这样解释小子力 也是一种说法 也可以解释说 小孩子无知啊 去捉弄他们的时候 大人看到说不可以啊 你看人家怎么样 这叫有言 有言就是说 告诉他们这些道理之后 那小孩子就改变态度 然后逢燕就安然无咎 实际上他都在讲 一个年轻人出入仕途 刚刚进入社会 刚刚找到工作 你应该了解到 你就是处于出六窑这种状态 你看第一个 他不当位 他跟上面的第四窑 同样都是阴的 不相应 就是上面也没有人支持你 也没有人教导你 你就一个出出毛鲁的小子 然后就跑到一个机构里面来 会怎么样 就人家指指点点 有言就是有人嫉妒你 你这么那么年轻 你就找到这么好工作 我当年进来的时候 搞了好久才进来的 那就开始怀疑你 造谣你 说你大概是领导的亲戚吧 你大概是地方恶势力 把你推进来的吧 或者是你用钱买进来的吧 他反正他随便说 你忍耐不住 你一下子脾气爆发了 那为什么最后是无咎呢 就是告诉你 你千万要记住 你现在是在建挂 而建挂它有一条 就是说 你一直要正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对社会不了解 刚刚出学校 就算你对这个组织不了解 刚刚闯进来 就算你受到原有人的排挤 甚至于他们跟你造谣声势 讲了很多对你不利的话 你只要辞职以正 该做的我就做 不该我做的我少管 我不要自作聪明 我又不要懒惰 我有事情多向人家请教 当然就无咎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小象就好了 小子之利 亦无咎也 亦就是合乎礼意 我不违背礼意 我左正道 我当然就无咎了 小子之利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利 利就是危险不安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进来的时候 对老人是很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先进人员 他总是比较努力 那个老人心里想 我们熬了两三年 才能够熬到现在稍微迟到一点 也没关系 稍微懒惰一点 也无所谓 偏偏你进来 那么早就来 那么晚还舍不得回家 工作这么勤奋 你想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 他们心里很正常的表现 第二个就是 有了新政人员以后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老板就开始 想要把这个老人逼走了 你们年质高 你们在这里 你的薪水多 做同样的工作 我把你们排除出去 我利用新政人员 对我是很有利的 那老人一看新来的人 他自然他会 想办法把你挤走 他要自保 那你要怎么样 你就记住 这姚他本来就是不单位的 他本来跟上面是不相应的 上面要看你自己去挣扎 让你自生自灭 他干嘛出援手帮忙你呢 他帮忙你就得罪一些老员工 那你就自己知道了 我要辞职一阵 我要高度的忍耐 虽然我危险 但是我自己要想办法站稳 那就无救了 出六爻就像是试用期 新进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适应之后 最终转为正式员工 虽然刚刚转正 但是六二爻却告诉我们 急 为什么一个出社职场的新进人员 刚一转正就能获得吉祥的结果呢 这其中有哪些方法 是值得我们借鉴 学习的呢 你看六二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单位跟九五又相应 因为上面人开始赏识你说 这个年轻人不错 经过那么样困难的挣扎 受排挤 受压力 受冤枉 他都还站着足够 他就给你一个适当的位置 换句话说呢 你刚进来 只是进来而已 那叫进 你还没有得到位 现在呢 你终于站得比较稳了 然后摇词他就告诉你 逢 建与盘 饮食 看看 鸡 看看就是很和乐的那种状态 现在大家知道 你的位置稳了 上面有赏识你了 大家也熟了 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经过你的努力 你有很好的表现 你就进一步的得到入位 那我们可以这样讲了 初六就是试用阶段了 到了六二时候 老板打你当作 就是我们编制类的员工 把你当作是自己人看 然后你就站稳了 那当然是很吉祥的 小巷 他告诉我们 为什么饮食 看看呢 因为不肃宝业 不肃宝就是说 我不会无功受禄 其实就是说 你心里多定 我这个位置大概稳了 我只要好好工作 大家就不会像我刚来的时候 受排挤 受打压 受冤枉 大概不会 那就可以保持饮食 看看 最起码 工作完了以后 吃饭时间 我可以很安逸 那么心里很快乐 我对我的职位 也比较没有不安的感觉 感觉到好像上的宝想一样 然后我持续地往前去好好努力 有具体的表现 那当然是极顺的 新进人员出入职场 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上次的赏识 开了个好头 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是趁恶打体 大战宏图才是 但是九三窑却提醒我们 凶 为什么在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 反而会凶 九三窑对于身在职场的我们 还有哪些警示呢 初六跟六二它都是阴遥 阴遥就比较能够失可而止 因为整个的下挂都是梗挂 都是告诉你 不要一进来你就穷表现 不要一进来你就求其功 不要一进来你就有太多的意见 你又表现得好 老人对你是又轻易 他们就适可而止 比较容易把握得住 九三就不一样 因为九三它单位扬具扬疗 同时它已经到了梗的顶点了 它就比较难控制自己 我现在位置也稳了 大家也熟了 工作也做得不错 怎么样 这种心态 在九三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逢见一路 忽贞不复 忽运不欲 凶 你看第一个出现凶了 这什么意思 那个逢念飞过来 现在水边 也要了解一下环境 然后就进入磐石 站稳了 它就再进一步 就进入了那个比较远离水边的陆地 那这里一看 哇 一片平原 那我可以到处去找东西 慢慢地 你就会离开那个群体 越离越远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危险 那好比什么呢 好比那个丈夫出远门 出到最后忘记回家 你做人家的丈夫 你怎么可以一年到头不回家呢 夫只知道出征 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家需要你去照顾 所以家里面那个妇呢 他也不怀孕 妇是指谁啊 妇是指六二啊 六二他的本夫啊 是九五 那你现在呢 究竟你跟九三 你有了身孕 那今天就叫失身子 那怎么敢生下来呢 最后一定是凶的 那有没有化解的办法呢 当然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他就告诉你 利益寇 就是告诉老板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员工 整天都在外面 不顾家 整天都求表现 不顾全体的感受 这还有办法是什么 利益寇就是今天所讲的外派嘛 派他到外面去嘛 那整个区域让他随时出去 到处跑 那不然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要知道九三的毛病就是 知进不知退啊 谁也控制不了他嘛 因此小巷就告诉我们 因此小巷就告诉我们 夫增不富 离群丑业 富运不遇 是其道也 利用欲寇 顺香饱业 这个其实啊 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来了解 你看官场上经常有很多那种叫做不甘寂寞的政客 他到处去勾结 然后造成很多腐败 就失去道也 还有呢 外务 他出去不卖公司的东西 顺便卖卖别家公司的东西 赚点外快 那我在里面 在车间的人呢 我就弄点料回家 投点东西 或者把成品拿出去 偷偷卖掉 这就是九三所作所为嘛 你一个人 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一定要守团体的秩序嘛 你要遵照这里面的伦理关系 你不可以说 我就是不一样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你凭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你后来所造成的那些东西啊 就是使人家 他没有办法真正用你的时候 那他就还是会用的呢 就把你外派 然后呢 你自己还可以保住那个位置 其实这种行情在公司里面非常多 很多老板都跟我讲 凡是那种自己认为很有才华 自己认为他是名校的高财胜 然后他的意见特别是 高人一等的时候 我拿他没办法 我只有给他做小案件 就是他一个人包办的事情 如果做比较大案件 需要大家分工合作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给人家处不好了 建挂的主旨在于要求我们要稳当踏实 循序渐进 如果过度冒进 不仅对自己不利 还容易遭遇所谓的事业瓶颈期 但是建挂的上挂却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渐进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只要我们坚持住一个原则 就能破除一切困难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原则 最终是否还能获得吉祥的结果呢 六四 好像他就告诉我们 获得吉祥 顺与训也 当一个人 你被老板外派的时候 你就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你被老板老是给你做一个小的个案 大案子从来不考虑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反省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我太好高欧言 我只知道盲目地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我不顾我们整体的合作 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很柔顺地 来适应 来调整自己 你还可以无救 你如果调整过来了 有机会进入高层 当然任何人到了九五 他都是经过一番的调整 把所有的问题都化解掉 他才有这个机会 九五的谣词 他讲得很清楚 逢建于林 林就是高地 就是山峰 富三岁不孕 中谋之圣 鸡 我们都知道 逢鸟 它是向南飞 飞过哪里 飞过燕门观 燕门观是它这一条飞行的道路里面的最高峰 他的意思说 只要你能够飞过燕门观 你就回到家了 就算你在当中 曾经被破坏过 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的问题 最后 你还是会克服一切 而获得 你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说清楚一点 就是说 就算夫妇一段时间 有了误会 有了隔阂 只要两个人 都是持正派的 都是忠贞的 他自然又会复合 又会化解 把所有的过程都忘记掉 所以还是极顺的 意思就是说 你在一个机关里面 或者在一个机构里面 或者在一家公司里面 你从新进人员 到基层主管 到干部 你这当中 有顺有不顺 你有受冤枉的 你也有受排挤的 只要你 永远走正道 人家慢慢地 会了解 这叫做日久 见人心 还是 该给你的 他自然会给你 我们从建挂的初六窑 一路奋斗 来到了上九窑 也就达到了事业生涯的尾声 很多人因为害怕退休 而沮丧 或者逃避现实 却忽略了上九窑的一个重要使命 那么即将离港的上九窑 究竟还有什么使命没有完成 作为上九窑 又该如何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身退呢 上九的窑词 逢 见与路 你看 过了高龄 慢慢地 就要回复到陆地上来 其余 可用为移 移就是风放 我们说这个人要爱护自己的羽毛 人家会把你当作典范 来向你学习 那你就积顺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上九 他是在九五登峰造极之后 这个时候不能再往上冲了 再往上冲就不想冲到哪里去了 你看飞机看到目的地的机场 你还不降低高度 还不慢慢地往下降 那你飞到下一个机场去了 那你油够不够 那乘客到哪里 你把人甩到哪里去了 一样的道理 现在你登峰造极了 你就慢慢地要往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九上窑有一个路子 现在上九窑有一个路子 就是说你上上上 你一定还要回归原来的地方 你一直求上求到最后 你不想跑到哪里去 这个告诉我们说 人一定会老 你服务的年限 再长也是有期限的 你不能不服务 你不能到时候 我就是握住这个死不交棒 那不可以 可是你交棒以后 你要做什么 你还要记住那句话 其余可用为余 你还是要端端正正 实实在在 保持你原来的风放 为什么 因为人家会拿你当榜样 这就是工作告一段落 或者其满了 或者自己感觉到 体力吃不消了 你告老返乡以后 你还是要维持 以前的那种风范 做任何事情 还是不缓不急 按部就班 那人家对你 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你就很极顺 老实讲 仕途当中 难免有一些 我们叫他为什么 历令自分的人 就是个人的利益 使得你本来很明智的 都昏昏沉沉的 贪念入味 不知道功成身退 这种结果 多半是凶的 历史上可以看到太多 上九是建挂的终点 不应该 把以前的权势 跟入味来迷惑自己 你如果能够做到 做到什么 上台不管怎么样 下台下得很漂亮 你就极顺 你就可以当典范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要进入了下一个挂 叫做龟美挂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